三例的民調 陳時中支持度是28.8耶 超車成為第一名了耶 講完26.9 黃珊珊20% 這個民調現在當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 機構效應特別特別的強烈 他第一時間還給人家說是山水做的 委託山水 然後執行是意識行銷市場調查公司啦 那這一家坦白說啦 這個在民調界配合度很高的啦 大家都知道什麼民調可以信什麼可以不信 會去做出這樣的數據 大家都覺得這不好啦 4億元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在救4億元的盤啦 所以現在都在一個民調厭世那樣啦 他整個人是暗淡無光 因為我真的跟他遇到太多場合的 所有的公會地方商會等等的 別人都是亮晶晶的喔 他整個人很暗 真的很暗 拜託你不要給我看那種 我覺得很噁爛的畫面好不好 違規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喔 他是連闖三次紅燈 違庭 違規迴轉 3加11沒有會議紀錄 3加以上的違規也沒有畫面 被檢舉有兩種可能性啦 一個是反陳時中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什麼比你討厭 那你對他多憤怒呢 討厭 他說他反正我90分耶 屁 真倒楣今天碰到他 不要來煩台北 對 董哥講什麼 你叫我們都在演待你會有的 天北是要這樣玩 另外一個就是 警察內部也有人不滿 把監視器的畫面壞了 警察一定回去核對嘛 就這個監視器就是有照到 那有個分局長喔 王炳瑞他是從文山分局 第一分局局長跳過來 因為後來有人拍到一張照片 喜鄉逢面孔失敗 現場被拍到徐國勇嘛 還有洪耀福嘛 反正是緊張一條邊喔 我猜是有人把 王炳瑞引誡給徐國勇 亮哥我又聯想到一件事情 你看這個分局長喔 第一時間 陳時中的確打卡第一個先到的 然後你看他是撐著傘 不要忘記徐國勇本來是 港湖區的立委 也是港湖區的市議員 那我還不忘記的是 徐國勇的女兒目前還在 陳時中的 他如果感恩於阿勇的提拔 他當然要照顧陳時中啦 這邏輯就是這樣連過來的